字幕提供 請了我們的嘉賓 今天來台前 可以給各位朋友問問題 Kelvin就是我今天的嘉賓主持 你問第一問題 問題是跟剛才施先生說的 增加地積比率有少許關係 因為我自己是住新界西的 最近我走的時候 又想起一件事 我記得去年我看了新聞 有些濕地的緩衝區 是用來做商場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政府可能做事比較慢 現在已經不是那麼重要的問題 其實緩衝區 是不是好像 郊野公園的邊垂地帶 但是那類的東西 是否可以考慮在那裡蓋樓 增加地積比率可以提高一點 那些是否算快的方法 我覺得來說 增加地積比率 是比較短期可以增加樓宇面積的方式 但是來說 我們很多時候遇到這個問題 尤其是在城規會裡 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你增加地積比率 無可避免增加人流和車樓 我們運輸處就會說 當你增加了這個人 你無可避免增加車輛 但是現時來說 我們看到一些地方 本身的交通配套 基本上來說 是很難短時間之內增加到的 除此之外 我說不只是道路 一些基本的設施配套 包括來講 渠墓 還有排虹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不是三時一刻才能夠做得到的 是需要長遠計劃的 那就是說 你如果想增加地積比率的話 你第一件事 一定要做一些基礎建設 一定要升級 如果不是的話 空口說白話 做不到的 我想幾個層面去看 你如果想一個地方來講 是將它原先由一個低密度 或者甚至乎 可以說不是做住宅的用地 將它重新 一個規劃改變過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工程來的 你首先第一件事來講 你要先將土地整合了 就是政府自己手上能夠控制得到 你整合了之後 你首先就做一個規劃 但是現時我們知道 在這個規劃過程裡 是需要很多的信心 一旦知道 就沒有了別人 跟政犯裡面的意見 這些意見 我很多時候來講 南沿北徹的 政府為了又要調和這些意見 我可能在所謂的規劃裡面 又要重新 又要再調配 又要再調整 交通負荷 然後 排污各方面的負荷 當然要考慮 但是既然我們去 準備改善香港人的居住環境 這些投資 當然要一併去做 另外 我們沒有增加到人口 我們整體的負荷是沒有變的 只不過是加了 有些地方 建更多些單位之後 是令到人居住得好些 例如旺角、大角咀、新水埗 已經有很多劏房了 它本身 如果那個地方增加地積比率 只是令到他們居住得好些 它本身的負荷早已在樹 所以我自己覺得 譬如舊區增加地積比率 其實未必是真的會增加很多交通、排污的負荷 幾年前 我想是三年前或四年前 施政報告 突然提出 將公屋的比率由5加6 做了一次 我想大家都看到公屋很不足夠 所以政府幾年前 就一次過將新建的公屋 5加6 當時我們在房委會上批的項目 我記得兩三個是之前批了 就是因為決定由5加6 我們拿回來再加一些單位 那一刻就是政府的行政主導 決定了5加6 接著我們房委會 就可以立即跟進加一些單位 所以特首提過 可能要限制外國人買樓 你減少需求 你不要忽視 年青人現在買不到樓 羅家聰也買不到 我想限制外國人買樓 以及這也是一個方法 因為其實 除了外國人之外 其實如果你真的進一步 想限制這個需求 應該連公司也要限制 即是不准公司的名字買 一定要人名 本地居民 這裡的需求有機會降低一點 但是就不可以全香港的樓都是這樣做的 這樣做就有違基本法105條 所以就是 不是 只能夠 有做功課 私人的 以前的已經批了 給他在自由市場 自由交易 但是有一個獨特的市場 去保障本港人 我簡單兩個問題就是 就是我關注這個麵粉的價錢 就是有那些鄉議局的人說 一千元一平方尺 就是我賣個祖堂地給政府 想大家解答一下 我想知道祖堂地價值的問題 第二 棕地的成本大約1.5億就是一公頃 如果要填海的話 去三倍就要4.7億一公頃 我們當然要選擇那些棕地 就是我們想選擇一個便宜一點的麵粉 棕地現在來說 如果根據今年的4月1日 政府農地的賠償價是一千二百四十五元一呎 至於你說計算過這條數 棕地的成本來說 是比填海少一些 我覺得政府不是缺錢的 問題是在棕地上 除了賠給那些業主之外 剛才我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在棕地上作業的 你要再安置它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想知道怎樣解決那個丁屋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很簡單 政府重新把那些土地規劃過之後 剛好說正那些是丁屋的 那它便有發展權 我相信它是樂於參與一起發展 但它如果發展得多於原先的赤數的話 它便補地價給政府 就是你有新的用途的時候 便取代它舊的用途 這個願景的討論 我想聽聽大家對於人口和房屋關係的想法 是否應該控制外來人口 香港人口密度高 是指已發展了地區 計算人口密度高 如果將全香港的土地加在一起 人口密度就一點都不高 另外我又不是很覺得要限制外來人口提高的情況 因為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 向來都是靠外來人口外來資源速進香港進步 還有如果是環保人士來說 我們要保護的是地球 不只是保護香港 人會破壞環境 你不讓它進來 在別處都會破壞環境 對地球沒有什麼好處 香港我自己覺得是有條件 過千萬人口都沒有問題 好 多謝大家